我们该说君臣义了 有人说别的你可以讲 这个不要说 什么年代了 哪有什么君臣 你仔细想一想 你生活中有没有 你的领导就是你的君 我们自孙中山废除帝制以来 消灭了封建王朝 没有了皇帝制 但是散落在民间 处处都是小皇帝 野皇帝 你的领导 一个公司的老板 你下面的部署员工 全都要听他的 生杀大权在他的手里 你部门的经理什么什么 那都是他不在的时候 他真要想把你怎么样 你有办法吗 你真的要好好清楚 搞清自己的身份地位 全都是打工 你一个小的 先去没错 你是一把手 再往上 更高的关 你在他面前 能怎么样呢 就是陈 那有人想如果是这样 那君让陈死 陈不得不死 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把眼光放长 整个历史来讲 只是某几个皇帝 或者某几个朝代 而更多的时候 三公坐而论道 不是你皇帝想怎么样怎么样 包括现在 你的出行行程 甚至你穿的什么衣服 不由你自己做决定 你连穿衣服的权利都没有 那是应需要 应大家的环境的配合 你君要做成君的样子 那有人说 我还是想当君 还是君好 那你有没有那个命 君不是那么好当的 他要有他的威严 要像那么回事 你看以前的君 姚顺语 我们历史记载下来的 那每一个人 都是身体力行 亲力亲为 势必公亲甚至 那要比普通的百姓 还要苦 他们做的 我要会 我甚至 各方面 整体 都要 简物 最终的责任是我 最终 我死之后 那个嗜好 是由大家定的 那 搞不好 就一臭 万年 所以 很难的 而且 他们那些 黄泉 贵族 那个圈很多 所谓的 正 什么至婚姻 很多很多 为什么生这么多孩子 有够杀 要有够杀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 老百姓反而是 更轻松一点 更自在一点 有些情况 同时 有君的样子 臣 就要有臣的样子 如果没有 也不行 那当然更不行 当时 你这个君可能了不起 在你面前甚至下规 让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但是 甚至不让你说话 背后 时间长了 先父 所指 众人 意思 而且 同时我们强调 父为子刚 父就是君 尤其 这个孩子没有 足够独立之前 父为七刚 父就是君 在八个字 拿出来 你这个命令 可以算你一生 那个 真的要好好 琢磨 还好 好 好 好